来 今天咱们一起来看一道胡不归的经典模型 这道题目是我从函数压轴题中给大家选出来的 这道题目告诉我们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A的坐标是0-2 B是30 而P在X轴上动 问的是PA加上1 2倍的PB的最小值是多少 这道题目大家看到了1 2倍的PB 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要把PB看成一个30 60 90的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那么这个直角三角形30度所对的那条边 不就是1 2倍的PB吗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一条线 这条线经过点B 并且和X轴所加的角度恰好是30度 咱们做出来之后 我去做出PM垂直于这条直线 我们会发现那么此时PM的长度就是PB的一半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PA加PM的最小值 也就是当MPA三点供线的时候 此时又得保证最小又得保证供线 我们直接过点A向我们做出的线再做一条垂线 那么这个垂足咱们叫做N 此时AN就是我们要的最小值 这个点咱们标做H的话 我们会发现OBH是一个30 60 90的三角形 OB的长度是3 那么OH就是根号3 而OA就是2 所以AH的长度我们是知道的 AH当然是2加根号3了 而这里又应该是一个30度 而这里肯定是一个60度 所以AN就等于AH乘以2分之根号3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应该是2加上根号3 再乘以2分之根号3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2分之3加上2被根号3 这道题目咱们就做完了 如果你的函数模块比较薄弱 在备战中考的过程中 这本书一定能给你巨大的帮助 下课